最嚴重的是有一次是 拍拉扯的戲 拉扯之間呢 我整個人這樣子 我不誇張 整個膝蓋是腫起來的 然後這邊整個是像血腫 你看 放下喔 醫生拿那麼長的針 然後刺進去 沒有麻醉喔 扭 然後這邊抽抽抽 我抽過好幾管的血水 他說你不抽出來不行 你積在裡面 你以後這裡就是都會一直 重傷害這樣子 像我拍戲的時候 就是常常因為穿高跟鞋 你沒有高跟鞋撐起來 那個氣場真的就是不夠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有高跟鞋 可是你知道高跟鞋 真的是完全不符合人體工學 最誇張的就是 你常常還要上山下海 要跑山坡 爬山坡 你要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 跑山坡 下坡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了 所以你要下坡的時候 你的高跟鞋完全是撐不住 你都要靠什麼 靠腳趾頭去撐住 你這樣摸摸摸摸 你這腳趾上面全部都長繭了 要不然就是拇指外翻 要不然就是那整個腳底下 都已經磨破皮了 最嚴重的是有一次是 拍拉扯的戲 因為有時候拍拉扯戲 對手不是那麼能夠掌控 加上我們穿高跟鞋 也不是那麼穩固 可能平衡沒有很好 拉扯之間 我整個人這樣子飛出去 騰空膝蓋 早地碰 唉唷 我不誇張 整個膝蓋是腫起來的 而且你知道那種痛是痛到 你想流眼淚都流不出來 天啊 你就是完全在那邊沒有非常好痛 我說不要碰我 我好痛 後來我真的是工作人員 把我抱著 送去急診 然後這邊整個是像血腫一樣 放下 醫生拿那麼長的針 然後刺進去 沒有麻醉喔 扭 然後在那邊抽抽抽 我抽過好幾管的血水 他說你不抽出來不行 你積在裡面 你以後這裡就是都會一直重傷害這樣子 我現在就是比如說變天的時候啊 就是可能會覺得 膝蓋會痠 變氣象台 對就是氣象台 而且冬天你這樣走 會覺得有一股冷風吹進去 我不誇張喔 是會吹進去的那種感覺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會吹進去 然後會覺得這裡很涼 然後覺得怎麼穿都穿不暖 那你還這樣穿 我現在好很多了 喔 對 所以我現在敢這樣穿了 那翔哥 你當了那麼久的武打 其實應該有更多的傷吧 對啊 傷透的傷 全身都傷過 內傷外傷 那時候拍了大家共同的回憶 心漆龍珠 喔 對 有我們小時候有看 對對對 那我就學一個後空翻 但是我們平常後空翻是 這假裝好 這是頭這個腳 我們平常後 你還有帶造劇來 是你多是天槍打 大家是胡丁 槍龍 我們後空翻是 正常的力學是這樣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卻要往前跳 在空中做後空翻 這個都是體操動作 對 反作用力 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過 那為了當男主角 要不用體操 我就跳 跳出去 一個閃繩 遮頭 著地 整個 我的天啊 整個我的後腳跟 打到我的後腦勺 成為一個歐字型 斷掉嗎 折下去 當下也不能動 不能動 但是 導演那一句就來了 還好嗎 還有嗎 來來來來 我們再一個喔 繼續拍 天啊 繼續拍 那時候 國中二年級 所以我的所有傷 我都沒有去移 直到我當兵回來之後 拍八點檔 結果我那一年 整個舊傷爆發 以前所有的傷都爆發 眼睛縫了九針 這縫了九針 撞到道具縫了十三針 就差一公分而已 對 這個還是 喔 好可怕 這個已經 去整個把所有的 瘀傷拔出來這樣子 但是這還不是最嚴重的 這個 最嚴重的是 因為我有一天 我起床的時候 整個 下半身我不能動 那我趕快就是去找醫生 結果醫生說 他說 如果你在不繼續保養 你一定會 半身不遂 這麼嚴重啊 因為當下那個折到 它整個 脊椎是錯維 都沒有去移 又去當兵 那我就一直在抹 一直在抹 所以該不會原本 你有180公分 就因為這樣折掉之後 變 變成這樣 怎麼那麼喘啊 你從小就這樣子摔啊 對 因為那時候在發育期 整個脊椎扯到的時候 會影響發育 像那時候我 重新進演藝圈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不認識你的 所以你那時候 演員也要當 替身也要當 蛤 增子丹的小小替身 替身 這是增子丹 這個是我 被踹的是我 被踹的是你 摔下來是我 翻起來 這個是你 哇 對 這個也是拍八點檔 對 整個去撞桌子 砰 哇 真摔耶 這是我們三立的 顧戀花 整個不剩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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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頭 我的媽啊 太扯 對 整個臉 很大耶 整個臉撞下去 撞完之後 沒有送醫院 繼續拍 因為在趕時間 那你那時候有怎樣嗎 這個都受傷啊 但是就拍側邊有沒有 去拍一半這樣 好可怕啊 是誰 突然間 還能怕 描住 這件案子